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226天 你的影响力 可以说历史就是一部有关影响力的故事 每个人都能影响他人 影响力就是领导力 从这个角度来讲 人人都可以成为领袖 社会学家认为 即便最内向的人 也会在一生中影响大约一万个人 我们可以在各个方面影响他人 从午饭吃什么 看什么电影 到那些涉及道德与真理的重要问题 当我回首一生 发现很多人 包括父母 老师 朋友和家人 都对我造成了影响 就像我会被别人影响一样 我说的话 做的事 也会对他人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 有句非洲谚语说的好 如果你认为自己微不足道 那你一定从未跟蚊子打过交道 蚊子确实让人生厌 但这句话却道出了真理 一个人可能阻止一场巨大的不公义 另一个人可能成为宣扬真理的扩音器 还有一个人的良善 可能会拯救生命 每个人都很重要 你该如何让自己的影响力最大化 并给他人带去积极正面的影响呢 诗篇96篇 1到13节 让每个人受益 神减小了以色列人 神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赐福这个民族 他这样做的目的 不是让以色列人骄傲自大 目空一切 而是让他们成为全人类的祝福 神祝福以色列人 是要让他们给更多人带去祝福 神呼召以色列为万民带去积极正面的影响 如今 神拣选了我们 即教会 成为万国的祝福 你也被神祝福 从而去祝福他人 本诗篇的主题是万国和万民 他宣告神的奇妙赐福 是给地上每一个人的 神呼召你通过以下方式 来祝福周围的人 第一 敬拜 有趣的是 古人也喜欢用富有创意的方式 来敬拜神 以色列人为神唱了一首新歌 第二 见证 你们要称颂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人在列邦中要说 耶和华作王 世界就坚定 不得动摇 主啊 请帮助我们不要变得自满和狭隘 无论作为个人还是集体一员 愿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能以他人为中心 关注如何把救恩传递给更多人 新月圣经 格林多前书 九章 一到十八节 传播好消息 保罗十分清楚自己作为基督徒 尤其是使徒的影响力 他脚步坚定 不断去影响更多人 为此 保罗凡事忍受 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经文显示 保罗似乎认为单身是神对他的呼召 是他最大限度影响他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保罗并没有暗示婚姻有任何不好 其他使徒 包括主的兄弟和西门彼得都有家事 保罗尽全力影响他人的另一种方式 是从事世俗工作 自食其力 保罗强调 自己其实并不需要这样做 主也是这样命定 叫传福音的 靠着福音养生 尤金彼得森如此翻译这节经文 那些传福音的人 要靠信福音的人来支持养生 换句话说 作为基督徒 我们有责任以金钱方式 来支持在教会全职服事的人 保罗指出 虽然他有权利靠着福音养生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 到凡事忍受 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保罗将一腔热血 都倾注在传福音上 他不希望有任何事 阻碍自己在这方面的影响力 为了至高无上的福音 保罗宁愿放弃 自己应有的权利 他说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传福音是保罗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无可推诿 保罗最希望看到的 莫过叫人不花钱得福音 他宁可死 也不愿任何事 削弱福音事工的果效 我宁可死 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 这就是我们一直坚持 启发课程要全程免费的原因 此外 我们也不赞同 向刚上完启发课程的来宾筹筹款 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 我们都不想人们花钱来听福音 保罗说 我宁可死 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 我还记得 葛培里牧师 曾在1989年来伦敦宣讲福音 为了不浪费布道大会的名额 有人建议 至少应该收取一英镑的门票钱 但葛培里当时就否决了这个建议 与保罗一样 葛培里绝不通过传福音赚钱 主啊 请帮助我们效法保罗 帮助我们尽一切可能 来扩大福音的影响力 让人们可以免费听到 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请给我们更宽广的心胸 能容忍那些 不影响福音传播的小事 《旧约圣经》传道书 9章13节到12章14节 播撒好种子 所罗门非常清楚影响力的作用 影响力也分为正面和负面的 一个智慧人就能拯救一座城 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 希特勒、斯大林、波尔波特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邪恶之人 会给全世界带来灾难 并非只有暴君 才能让人陷入麻烦 死苍蝇使作香的膏油 发出臭气 这样一点愚昧 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 一只死苍蝇 都能造成这么大损失 更何况一个人呢 但我们都有可能成为污染 高油的死苍蝇 比起负面影响 作者更愿分享如何给别人 带来正面影响 第一 小心言语 所罗门提醒我们 智慧人的口 说出恩言 要用柔和平静的态度 来应对他人的怒气 不要传领导的闲话 不要在背后诋毁他 要小心你口中的言语 甚至是心中的想法 不要谩骂 即便是在心里想想也不可 也不要在你卧房 咒诅附护 因为空中的鸟 必传扬这声音 有翅膀的 也必述说这事 第二 愿意冒险 若想要扩大影响力 就需要冒险 要慷慨 多做一些慈善事业 你会得到回报的 不要积聚财物 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俗话说 舍不得孩子 套不得狼 若要爱 就要冒得不到回应的风险 若要尝试 就要冒失败的风险 但我们必须敢于冒险 因为生命中最大的危险 是从来不冒任何风险 如果我们太过小心 就会果足不浅 一事无成 看风的 必不撒肿 望云的 必不收割 我们可以将这个原则 应用在直唐式宫中 开辟新教会 既需要决心 也意味着冒险 我们不能因为 见到狂风和乌云 就退缩不前 第三 多方尝试 为了影响更多人 你必须多次尝试 要禁得起失败 早晨要撒你的肿 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 哪一样发旺 或是早撒的 或是晚撒的 或是两样都好 不要把鸡蛋 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多试几次 抓住每一个机会 我们教会在敬拜 祷告 领导力培训 门徒培训 神学培训 社会义工 传福音 监狱事工 以及服务贫困 和社会边缘人 等各个领域 都不忘传播 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第四 抓住机会 生命短暂 你的机会也很有限 人活多年 就当快乐多年 然而也当想到 黑暗的日子 因为这日子必多 所要来的 都是虚空 少年人啊 你在幼年时 当快乐 在幼年的日子 使你的心欢畅 行你心所愿行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 神必审问你 面对如此之多的 寻所和疑问 作者在传道书的结尾 给出了结论 人生的终极意义 在于和神建立正确的关系 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主啊 请帮助我敬畏你 谨守你的诫命 请帮助我发挥 正面的影响力 让我好好使用 你赐的每一个机会 佩博的补充 传道书十二章十二节 看书多 没有穷尽 读书多 身体疲倦 这真是具有先知性的观点 恐怕所罗门也没有想到 关于人生谜题 后人又写了多少本书 语言美丽 道理深刻的书 的确很多 但差强人意的烂作也不少 记得当年 我帮孩子辅导功课 他抱怨说 我不喜欢书 因为书里全是字 其实 我蛮同情孩子的 今日金句 所以你当从心中 除掉仇犯 传道书十一章 第十节 第十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